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介绍台湾在这一段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利用修改宪法来完成了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必须很骄傲的讲 我们算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里面比较顺利的民主转型 那转型的过程当中宪法其实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政治开始讨论之前 那也在把同学们有提出的几个小问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一个同学继续问我说 昨天所讲的宪法大写跟小写 Capital C跟小写的C 那他没有听清楚可以不可以再稍微讲一下 我很简单的再讲一下 我们平常中文里面讲宪法就是讲宪法 那但是所指的那个宪法很可能指的是这一个成文宪法 也就是这个整部宪法这些条文本身 那如果是讲的这样的话 我们平常如果是在英文的特别去呈现的时候 往往会用Capital C 所以我们会讲说This Constitution 这一部宪法那个大写C 但是讲这个意义最重要是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看宪法绝对不是只看条文 或是看文本而已 我们其实是看宪法实际的实践 它如何在发挥作用 这样的一个动态 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样的一个历程 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那一种整个宪法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运作 这样一个影响作用 我们时常说这也叫做宪法 所以我们在问说台湾有没有宪法 一方面我们有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大把关解释 我们的政府在运作 我们有政府编预算 政府收税 人民 人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整个法律体制 那有选出民意代表 所以这当然是有这样宪法的运作 那这个是回应同学的第一个问题 也有同学问到说 昨天讲到宪法的国际化那个部分 有两个方面的呈现 那同学说听不太清楚 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我来补充一下 一方面当然是说谈我们的宪法的实践 如果能够跟国外有一些互动 让大家了解我们宪法是怎么在运作的 那往往这方面的讨论 选择在国际上用通用的语言 把宪法的实践呈现出去 把大法官试至748号能够呈现出去 然后能够分析 然后分析到台湾宪法运作的形貌 这本身就是把台湾宪法带出去 因为宪法是国际上共通的语言 每一个国家都有宪法 你谈到宪法 谈到权力分立 谈到自由权 谈到各种宪法的机制 几乎大家都是共通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们也了解其他国家宪法 发生的形貌 那我们不是只有单纯说 有很多老师留学德国 不断在谈德国 学老师留学美国 不断在谈美国怎样 固然我们这些都是很重要 丰富我们宪法的内容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在我们这个土地上 去实践我们宪法的内容 但是我们会参考其他国家的例子 那现在不只参考 我们甚至于要了解 要关心 甚至很多地方我们也参与 叶老师也参与过 有些其他国家制限 跟修宪的过程 也当过其他国家的 国外的顾问 帮帮他们设想 那我们有时候 我们自己在做宪改的时候 有时候尤其早期的时候 也有一些国外的学者 也会给我们一些意见 那我们对于 比如说我们的亚洲 许多邻国 像我们南向 新南向的一些思考 要跟东南亚国家结合 我们是不是够关心 东南亚国家 他们的宪政的运作 我们有很多 我们很多的企业界 也在国外 东南亚那边 有相当多的投资 那我们对于当地的运作 政治上的运作 是应该如何 他们是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他们的这个法院的功能 究竟如何 那我们这些 也都必须 进一步的去了解 所以刚才那两个 国际化的连结里面 我用两本具体的书 也给大家做参考 比如说这一本书叫做 The Constitution of Taiwan 这是叶老师所写的 用英文写的 完完整整的介绍 台湾法律的形貌 那他在国际上 其实就是 人家只要看到这本书 就想到台湾 而且为了了解台湾 那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看这本书 就能够完全了解 台湾宪法发展的形貌 那他就是英文了 他就是扮演第一种角色 第二种角色呢 叶老师 还有张文珍老师 还有我们在国立新加坡大学的 两位好朋友 Kevin Tan 跟Theo Leanne 我们四个人合著的这一本 合著的这一本 Constitutionalism in Asia 在亚洲的宪政主义 所以这里面把从蒙古 韩国 一直日本 一直到对南边的印尼 亚洲十几个国家 宪法法院的判决 还有宪政实践的理论 那全部做出了一个案例的书籍出来 那像这样就是关心 国际跟区域发展的一种做法 那他也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这个比如说 有一次我们法律学院的老师 从德国传了一个照片给我 他在杜宾恩大学的图书馆 看到这本书 然后他就拍照 然后传给我说 在图书馆看到这一本书 是的 我们把这样子亚洲的宪法的书 我们透过这样的讨论 编辑 分析 那就传到全世界去了 所以在欧洲 在美洲 只要要上亚洲宪法的课程 常常会指定这一本教科书 这就是宪法本身的那种 国际化的这个观念 那越来我们越看出 宪法的国际化 以及它对于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国际互动 人流 物流 各方面的深层的影响 那这就是 宪法在各国讨论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 也是必须重视的国际化的面向 也给同学们做参考 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是非常 以台湾为本位的一种宪法发展史 尤其是宪法发展的历程 的一种讨论 我今天采用另外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 我让大家来看几组数字 大家看到这些数字 不晓得有什么感觉 这到底是什么数字 这不是运动彩券的数字 这其实这三组数字 分别代表台湾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尤其是从宪法的角度去看待它 那第一组数字 二四六二八三九五 分别是一八二四 一八六二 一八八三跟一八九五年 大家想想看这四个年代代表什么意义 如果大家脑筋马上想一想的话 应该多少都可以了解我要讲什么 一八二四年 荷兰 荷兰人到了台湾 一八六二年 郑成功 郑成功治理台湾 一八八三年 蜻蜓 蜻蜓来到台湾 打败郑成功来到台湾 一八九五年呢 蜻蜓把台湾 割让给日本 从一八九五年开始 台湾进入了五十年的日治时期 一八九五 到一八四五 二次大战结束 五十年的日治时期 各位同学这几个数字在宪法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天只要谈到宪法都会认为说宪法 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几年制定的 1946年在南京 1946年12月25号 隔年1947年的12月25号实施 所以我们以前都说12月25号是行献纪念日 那早期12月25号 圣诞节不好意思这样放假 都说因为是行献纪念日 那所以确实 我们如果看到现在的我们在用的宪法 1946年 47年以后才开始产生这样宪法的观念 那甚至于当时都还是在 还是在南京 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时期 然后当时制定了这部宪法 也在那个地方开始 开始施行 但是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台湾的在日本统治的50年的期间 其实跟宪法也有关联哦 各位想想看跟什么宪法有关联 跟日本的明治宪法 日本在1895年 来到台湾 但是在六年前 来到台湾之前的六年 日本为了现代化 就制定了明治宪法 日本的明治宪法 当时的明治宪法 跟美国宪法 或是法国宪法那一种 因为革命 因为社会的一个动荡 然后要改变 那产生的宪法 它不是一个 revolutionary的constitution 它是日本为了现代化 然后学习西方的很多制度 除了船间炮利以外 另外就是他们也要制定宪法 那当时就是君主立宪 制定的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 虽然在当时 还是有天皇 但是它里面采取了 西方某一些 权力分立的一些概念 也有部分基本权力的保障 当然也有部分 所谓地方自治的确保 确保地方政府也能够 有相当程度的 某种程度的自治权 在那样的基础之下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台湾变成了 日本统治的一环之后 那台湾的人民 是不是用日本的明治宪法 经历过日治50年的 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只有现在 我们想到这个问题 在当时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 当时在台湾的首席法官 他当然是日本派来的 首席法官 被日本政府把它解职 因为某种原因被解职 这个首席法官 他是日本人 但是他是在台湾当首席法官 被解职 他不服气 他说 你为什么可以解职我 按照明治宪法的精神 你不能随便解职我 我的职位要受到保障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主张 也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因为他人在台湾 所以当时的 当时的日本政府说 你在台湾啊 台湾是不是适用日本 是不是适用我们的明治宪法 这个有疑问 所以那一个案件 触动了日本 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那其实同样的问题 在很多其他有殖民地的 这个国家 像英国 法国 荷兰 好多国家 他有殖民地 他其实早就有这样 经营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英国 究竟他的殖民地 是不是用英国的宪法 那本来就有一些思考 但是呢 日本没有多少经验 日本有了台湾 有了韩国 在当时 那到底韩国台湾的人民 是不是也是日本人民 那是不是同样也是适用 适用日本的明治宪法 他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出来 但是这样的案例 不会仅止于此 未来都会牵扯到 那台湾 台湾本身要不要有议会 地方议会 那在台湾本身 是不是有权力分立的问题 人民有没有基本权力可以保障 这是后来为什么 我们念一些台湾历史 就会知道 我们在日治时期 有所谓的国民议会请愿运动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人民 包括当时我们所所持的蒋味水 很多我们所吃到的 就开始说我们台湾也要设立议会 那我们主张 按照民事宪法 那本来就 就可以设立议会 而且按照那样的一个宪法精神 你们要让我们设立 不只设立议会 我们也有请愿权 我们也有表达我们意见的权利 所以再一次的把 民事宪法的这一些很根本 很根本的精神 进一步的要去实践 要去发挥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在当时 我们还没有中华民国宪法 那但是当时在日治时期的 人民的台湾人民 已经在那样一个 因缘计会的状况之下 他已经开始体会了说 宪法是可以主张的 宪法跟我的生活 宪法跟我们的 的统治实体是有关的 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 从日本人派来台湾的总督 享有同时享有行政权 有立法权 甚至于还能够控制司法 那样子一点都不合乎 权力分立的本质 那所以主张宪法上的原则 跟主张宪法上的权利 也许在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前 台湾人民还在日治时期 也许就有那种宪法的初体验了 在当时同样一个时期 当时在中国大陆那边 事实上 从民国建立一直 自宪这个事情 一直是非常的颠扑 一直到四六年 四六年 那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才通过 然后隔年施行 所以这是一段 非常特殊的一段经验 所以如果我们谈宪法的源头的话 在台湾 那最合理的一个思考就是 它有两个源头 这个源头就是 在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的这一个 民事宪法的这一个 非常暧昧 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下 宪法的精神 宪法的运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成为公民 是不是成为国民本身 跟政府互动之间的一种 一种考量 所以那一种思考已经进入了 绝对不是这个CAPITAL C 那样的问题 是一个宪法实践 宪法文化 宪法主张 那样子的面向上 所以也许已经受到了 宪法的熏陶了 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国民政府 来到台湾 那也把中华民国宪法 带过来 那在台澎金马 实施 从这里的经验一直衍生 衍生到今天 当然这一段路程 比日本民事宪法 那一个面向还要复杂 还要崎岖 因为 16年宪法 通过 17年实施 但是 当时国共内战 烽火连天 宪法是不是真正能够实施 尤其是在当时 其实国民政府还没来到台湾 而当时 当时 当时陈宇 其实 也提出了一个看法 是认为说 哎呀 宪法 暂时不要适用到台湾 所以空有中华民国宪法 在当时 在 在 在 实行 其实也没有真正 马上就可以 适用在台湾 那到另外一个面向上 一旦 国民政府 来到这里之后 又在之前 因为加了一个动员 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 那也是为了应付国共内战 巩固领导中心 所以采取跟宪法精神 很违背的一些做法 把他放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最后面 所以来到台湾之后 那个临时条款 不只 没有拿掉 而且还继续施行 至于施行到1991年 一直到1991年 我们第一次修宪的时候 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才被废止 所以这一段 从中华民国宪法 来到台湾时事的 这一段路程里面 有一大半的时间 宪法是被 某种程度内 被禁锢起来的 那用什么去禁锢 两件事情去禁锢 最主要当然是 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 把宪法上很多重要的精神 都改变掉了 其中包括总统 只能两任 结果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里面 就把这一个部分弄掉 然后就变成可以好几任 总统就变成可以好几任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面向上的 对宪法精神的破坏 那就是长期的戒严 长期的戒严也在台湾实施 那事实上到1987年 才戒严 7月15号我记得 解除戒严那样一个决定 其实是 也来得蛮突然的 我在 在耶鲁大学 法学院 正在赶我的博士论文 那一年在校园里面 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要解研 那我知道 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回到台湾 我心里想我 出国留学的时候 是戒严时期 那心里想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就解研 其实心中有非常大的澎湃 非常大的澎湃 当然1988年 5月1号 劳动节那一天 我搭着华航的飞机 5点多 降落在桃源机场 然后就开始了 我在台大的教学 但是不断的 不断的参与 我们台湾许许多多 行政的改革 宪政的改革 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谈的 从第一次修宪 一直到最近 前一阵子第七次修宪 以及这过程当中 无数的法律的变动 包括行政程序法的立法 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立法 以及 许许多多 我们大法官所做的几号 非常重要的 宪法上的解释 包括四次520号 核四争议的视线 许许多多 可以说是 在台湾 非常动态的发展 这段期间 透过宪法的修改 这样的一个机制 把台湾从 国会议员 都不改选 的状况 我们把它称为说 老贼 老国会 老代表 什么那一 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立法院 不管你喜不喜欢 那就是 在这一块土地上 我们的人民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这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转变 而促成这样 转变的机制 就是所谓的修宪机制 修宪就规定在 中华民国宪法 修宪成绩规定在 中华民国宪法 那都是由国民大会 来进行 当然宪法规定的 原来规定的修宪程序 是有两种 一种有立法院参与 一种是没有立法院参与 但是国民大会选择 都是由国民大会 来提案跟国民大会通过 所以七次的 建进式的修宪 基本上都是 在阳明山 中山楼举行 所以 我们时常讲到说 草山论建 草山很多人 在上面准备开会 会修成什么样子 各政党之间 各政治势力之间 有什么样的盘算 但是无论如何 这段过程当中 就是影响了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 宪政秩序 所以我们今天 总统是这样选举的 国会有113席 然后在 比如说台北市的 南港内湖 是怎么 那一区是怎么选的 我们说单一选区 的这个竞选 然后用两票制 我们现在在讲 某些政党 是不是在 某个政党在选举的时候 会得多少票 能够得多少席 这个比例代表制 很多这些内容 都是历次修宪的结果 我等一下就是要 跟大家来分析 这一段期间 这些修宪的发展 以及怎么样可以看出 当中一些重要的 一些特色 我再把这些数字 再拿出来 我们来看第二组数字 刚才是19世纪 也就是1824 628395 跟台湾的命运 非常有关系的几个数字 那进入了20世纪 19 我们看第一个数字 47 1947年 是什么样子的 的年份呢 其实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 宪政秩序里面 有任何重要 不管是好的或坏的 你如果去看它原本 文本上的来源的话 就是这一部 中华民国宪法 随着国民政府 来到台湾 变成是在台湾 唯一实施 以前我们讲说 请你唯一支持我 现在宪法的实施 是在台湾唯一实施 只有在台湾实施 在台湾实施 所以这是1947年 这个数字 代表这个意义 五四是什么意思 五四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它格外具有意义 就是它是一号大法官解释 公布的年份 1954年 我们的大法官 公布的四字31号 也是我请同学们 事先阅读的那一号解释 在那一号解释里面 我们的大法官 帮忙当时的政府 肯定 不改选的 民意代表 中华民意代表 可以继续行使职权 一直到 一直到可以 举行全国性的大选为止 这一号解释 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让我们的国会议员 行使之权 长达几十年之久 也立下的一个 一个源头 就是后来 90年代开始之后的 80年代末期 90年代开始之后的 民主改革 要求老代表下台 因为他们已经 没有改选几十年 所以1954年的这一个 大法官的这一个 宪法的解释 影响深远 虽然事后在 261号解释 把这个打翻了 但是这一号解释 可以说是 四字第31号解释 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在1991 1991年是 我们第一次的修宪那一年 以前 如果国民大会要开会 要修宪 其实都是在修 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 满足政治上的需求 所以我们动员刊乱时期 临时条款 其实也总共也修过五次 它的方式一样的 也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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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为了特定的政治上的需求 那就去修改 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 把国民大会请出来 然后修改一个条款 然后满足当时 实际上的需求 91年开始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 因为三月学运 三月学运 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后来李登辉总统 接见了学运的代表 准备召开国事会议 回应了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前面的那一些诉求 里面包括 里面包括说 国会要改选 也包括政治改革的这个时程表要出来 那当然也包括废除 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 最后几乎都做到了 但是是一步一步做到了 有一些立即可以做到 有一些都要透过修宪 才一步一步把它做到 那从91年开始的第一次修宪 国民大会集会 当时就是真正要修宪了 而不是修改临时条款 只是他后来还是学习 临时条款的那一种模式 修改宪法不是修改宪法本文 而是把它放在后面 所以我实际上在讲说 七次修宪采取了这种 征修条文的模式 其实就是在形式上 学习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 他并没有真正去修本文 维持中华民国宪法本文的完整 那后面用征修条文 一个一个这样去讨论 但是91年为什么重要 因为他开启了另外一组数字 这一组数字在这里 91929497990005 丁老师非常关心这一些修宪的时程 实际上很多时候也都有参与期间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关心 在学术讨论上 你只要跟人家谈台湾宪法的内容 你几乎是对这些修宪内容是如属家政 所以这些数字特别有感情 我再念一遍 91929497 97修宪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次修宪 包括动省在内 990005 等一下我们要讨论这个 我先把这一个部分 再跟大家详细的 详细的讨论 所以从91开始开启了七次的修宪 用91做开头 那我这里特别要讲到96 96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96一方面 是我们总统直选的第一次 所以从96年开始 我们在台湾有直选的总统 在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总统了 但是96年的这个总统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选举的方式 毫无疑问的影响了 影响了这个职位本身的正当性 跟这个职位本身的内涵 96年之后的选举 总统是民选的 所以总统的权限 也因为这样 慢慢慢慢的扩大 而总统的角色 在宪政的意涵上 也不断的 不断的发展 96年也因为第一次的 总统直选 所以引起了 这个对岸的 飞弹事射 这个所谓 Missile Exercise 在当时 这个台湾Straight 可以说是引起国际上非常多的重视 那也因为第一任的民选总统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总统后来 后来也有访问美国 康南尔大学演讲 那这样的一个突破 这样一个突破 其实后来也引起了 一方面引起两岸的紧张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开启了我们在台湾 所谓总统作为 作为政治核心 外交 两岸的核心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契机 第三组的数字 我想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我们短短 2021年 今年 21年内 我们还是把它选出了四个数字出来 这四个数字就是各位的年代了 我相信大家 大部分 都是 2000年以后 2000年以后出生的 这一段 这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 相对于前面这几个数字而言 也许大家就感觉比较接近一点 那05年 05年其实是我们修宪的最后一次 也就是我们第七次修宪 那一次是用任务型的国大 那完成的修宪之后 一方面 一方面让国会改革的具体方案都落实 首先国会议员减半 225变成113席 另外一个部分是单一选区 每一个选区 都是一个人会当选 所以政党对决 避免那一种走偏锋的那一种候选人 然后两票制 除了去立委以外 另外选政党 然后政党的票数的部分 用比例代表制 看得到总票数多少去分配 所以现在有部分区的立委 部分区的立委所呈现出来的 那一种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怀 而不是只有区域选区的利益 比如对环保 对社福 那对于这个比如说身心障碍人士 对各方面的这种特别议题的这个关注 那这个都是05年 05年做出来的 不过05年这一次修宪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 他也在宪政上终结了国民大会 各位想想看以前国民大会是修宪的 而在最后一次的修宪 国民大会自己通过 把自己结束掉 National Assembly committed political suicide 这我们在讲起来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子的例子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少见 一般机关都是会不断的膨胀 不断的想要继续 但是这一个到了这一个阶段 最后一次修宪 国民大会原来有重要的两个权利 一个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另外一个就是修改宪法 选举总统副总统 再来人家总统直选了 不必你选了 另外修改宪法 修改宪法 我们要把它改成让人民来公民复决 把权利直接交给人民了 那这样之后那你还存在干嘛 所以国民大会就因此任务达成 2005年那一年 我们的国会就变成是一个单一的国会 否则在那之前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纷扰 那是大法官市至76号那一个问题 大法官曾经在某个时候 竟然肯认了说台湾有三个国会 国民大会监察院立法院都是国会 哇让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我们要付出多少经费 来支撑那么多的国会议员 本来国会议员就只有一般的国家 纵使是两院制的 也只有单一国会 一个国会两院制是有可能 就我们变成有三个国会 台湾的宪政历史上有好多惊奇 这个讨论起来都是相当 相当有意思的 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很少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是2005年的 2005年的事情 那这个这一个修宪 这个修宪影响当然很大 后来有一个发展 这是我要特别提到 2014年 各位想想看2014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跟我们一般讲年轻世代是特别有关系 这是太阳花的那一年 这一年我们学生跟这个许多 许多人因为福茂的关系 冲进了立法院 而且在那边待得非常久 待得非常久 许多人都开始在思考说 这到底是反民主 是台湾民主已经走到尽头 还是民主的升华 那一次非常非常 可以说是让大家惊讶 而且后来发生了 后续的影响 其实是在宪法上意义非常深远的 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 我基于对过去 我们宪法长时期的观察 我后来把这一段 太阳花的这一段 我把它称为 是市民宪政主义的一环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为公民宪政主义 换句话说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 我们的宪政发展 不是只有政治家在决定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说 宪法的内容 都是大法官 如果在美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或者是总统 政治人物 国会议员 或者是什么自胜先贤 他们在确定 如果我们采取是小写的C 这个宪法实际在发展的话 我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其实在台湾 我们的公民社会一直很活跃 我们公民社会活跃的程度 可以说是在全世界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 相当相当突出的 不管是政治议题 你要修宪 有人关心修宪 你要社会福利 有社会福利 要环保有环保 要登山有登山 要什么各种都有团体 从消费者保护 到职业安全卫生 到食品安全 到动物保护 到原住民的议题 到学生权益 到农民的主张 农业社会的内涵 哇好多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动力来源 那比较有意思的在哪里 这也跟同学们提醒 就是说 许多我们对台湾的了解 有些是比较而出来的 后来我们就比较了 同样是第三波民主国家的中欧跟东欧 那他们的情形怎么样 他们的市民社会有没有很活跃 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是在八年年代末期 就开始民主转型 然后也修宪 然后他们的宪法法院 也都变成很有活力 社会也在进展 但是后来我看到 我看到一本书 当然也加上我几个 中东欧的学术界的朋友 事实上有机会交换意见 有一位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Crisis of New Democracy 他在讲中东欧许多 民主转型国家的危机 民主转型之后的危机 这个学者叫做Paul Brogan Paul P-A-U-L B-L-O-G-G-E-R Paul Brogan 写的这本书 我仔细看完之后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里面讲到了 一个观点是说 我们民主转型之后 我们修宪 我们的国会变成 反映民意了 我们的政府也比较积极认真 会反映民意了 我们的法院 越来越发挥作用了 这样讲起来 都很像台湾的路径 但是他讲了 再来的发展 他说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的公民社会 我们的人民 就不像以前 那么样子的积极参与了 他们就认为说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的国会议员 会帮我们处理 我们要改变什么 我们的法院 最后会做出判决 那你要做什么 我们宪法都已经 规定很清楚了 所以 他里面讲到一点就是 他们的Syvist Society 变成 quiet 多门 比较不愿意 engaged 比较不愿意积极的 去参与 那更不会像一般 这样不断的去监督政府 不管谁执政 Paul Berger 把这样称为 是 Crisis 那我回观台湾的情形 当时 台湾正在太阳花 台湾的民众 在各方面表现出 对各种议题的重视 该游行的游行 该把案件 控告到法院的 就控告到法院 包括了 包括在当时 同性婚姻的案件 后来当然 七四八号解释 做出来了 不过有很多案子 告到法院去 要求法院解决 但是告到法院的 都不是政府机关而已 都是许多是 一般的民间团体 那明天的公益律师 也帮忙 所以我看到台湾的情形是 虽然 民主改革 宪法 这个 这个修改 然后让他制度越来越好 国会也越来越代表性 然后行政越来越反映民意 法院也越来越有功能 但是我们的 civil society reven engaged and watch for 他对于政治是 还是积极参与 而且还是非常非常 关注 关注政治上的发展 我把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套用一开始 昨天跟大家讲的 constitutionalism的那种 所谓趋势性的发展 那我在 香港法律评论里面 我写了一篇文章 Marching towards Civil Constitutionalism With Sunflowers 简单的讲就是 手拿着太阳花 然后迈向 公民宪政主义 我用这样来描述台湾现政的发展 我们的公民社会 还是非常的火药 那这个跟很多其他 第三波民族转型的国家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 第四年这一个 为什么会 我会认为它很重要的一个 点 那其实不是只有太阳花 在那之前摆 这个野百合 比如说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三月学运 许多重要宪法的修改 触动 好多其实是 学生的参与 一般市民社会的参与 所招 它不是政党 它不是政党 它不是政党之间的那一种 为了 为了政权 为了政治上的 这个主导 产生的那种争执而已 它是一个市民社会的表现 所以2014年的这一个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2000年的这个发展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到了2016年 我们 继1996年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之后 再来产生的第一位女性的总统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单纯看性别而已 而是好好的去做一些比较 就在那之前 就在那之前 美国 欧巴马出现 成为总统 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背后的意义 是一个族群的融合 我们如果看到台湾 我们如果看到台湾的情形 我们的女性也可以担 也可以担任总统 而且在那过程当中 也得到连任了 后来又得到连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已经把 宪法上的基本权力的部分 开始带进来了 前面我们都在谈政府组织 台湾的发展里面 基本权力 人权的推动 对于各种团体 对于各种族群的认同 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也是台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要进一步的去讨论说 台湾在这段期间 宪政的发展当然很多 不过我总要找一个 再找一个更近一点的大法官解释 来作为这一个图像的一个终结 2019年 我们的立法院 在大法官做出 试制748号之后的两年 也就是2017年 我们大法官做出的试制748号 要求立法部门 政治部门在两年内 针对我们的民法 没有提供同性婚姻 认为这样违反平等权 这样的一个事实 希望政治部门 能够立法解决 所以一方面认为那样违宪 另外一方面要求政治部门解决 大法官当然很难得 提出了一些方向 那当然更难得的是提起这个案件的 的个人跟民间团体 那还有另外一个面向也很重要 就是大法官做出这样的解释之后 整个社会陷入了定定专法 还是修改民法的争议 但是到最后我们的政治程序 让我们可以最后走出一个折中 最后订定一个专法 不只订定专法 最后折中 就说这是4自740 48号的一个施行的法律 那用这样来实现 我们对于各种 我们对于各种性取向 族群 都是共同体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面向占表现在基本权力 我也认为是我们台湾宪政发展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要放在大法官做出解释那个时间 还是要放在立法院通过那个时间 我认为应该放在立法院通过那个时间 可能又更好一点 那代表的是在过程当中 整个社会的一种折冲 有时候甚至于牵涉到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纷扰 甚至有时候有叫嚣 互相不谅解 但是我们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 台湾其实是亚洲第一个 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我曾经在澳洲的摩本大学 应邀做演讲 专门演讲这个题目 当我放出一个地图 上面把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的标准同一个颜色的时候 我发觉整个亚洲 那么大的一块里面 就只有台湾那一点 接着就是欧洲跟美洲 然后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downender的澳洲跟纽西兰也都是 所以当我在澳洲演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后来澳洲的学者 很有意思的跟我讲说 他第一次感觉到澳洲 纽西兰跟台湾是这么接近 因为你那一大片好像整个地球的一大半 这样切过来 澳洲纽西兰在这边 然后亚洲一大片就只有台湾 这边就只有台湾跟纽西兰跟澳洲 那一个画面 他们感觉很震撼 但是我告诉他们 我更珍惜的是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最后怎么样 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宪政程序 那么慢慢还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完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但是最后我们总算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做出一个整个社会往前走的一个议题 那这也算是我认为在宪政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 台湾是怎么走过来了 利用修改宪法 而且是一阶段一阶段的修改宪法 来解决台湾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那同时也为未来的这个宪政发展 那做好制度的设计 如果曾经对宪法做过各种不同的比喻 我身上在想说 不管是国民大会或者是宪法 那常常有那种 我把它称为周楚效应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周楚的故事 周楚在地方傅老的眼中 当然就是个 就是个混混 然后那空无有力 那傅老跟他讲说 哎呀这个很烦恼啊 南方蒙古 北海角龙 时常这个侵犯我们 周楚 我弟弟去解决 所以南方蒙古 一拳把它 打倒了 北海角龙 他也处理了 回来 地方傅老还是认为说 哎呀 还是很烦恼 其实搞了半天 要烦恼什么 我不是都帮你解决了吗 烦恼你啊 你还是会鱼肉相鸣 所以周楚怎么样改变自己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宪法的话 宪法一方面 能够透过修改 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 修改宪法也要依据宪法 修改宪法还是要到国民大会啊 所以这个一个很难解的问题 有时候说真正的问题源头在哪里 宪法本身如果不修改 因为通过宪法 也是要经过宪法程序 为了解决国民大会的问题 还是要经过国民大会去修改宪法 所以这些纠结 其实都常常在这样的情形在发生 所以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在阳明山 我们中山楼国民大会的集会 一次一次的修改宪法 国民大会本身 也会想要虚索 国民大会原来在宪法的 宪法的这个设计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临时性的 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市容工商 但是如果要修改宪法的时候 把大家找来 为什么这样 因为交易水准不够 而且很偏远 修改宪法的时候要让所有的国民都参与 要国民复决 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就各个县 每一个县选出一个来 选出一个可以来代表宪民的 所以用那样的方式来进行 并不是要设立一个机关 每天在那边 所谓帮忙人民行使什么权利 其实也不是 选总统也是久久才选一次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碰到的时候就把大家找来 事情处理完之后 大家回去 市容工商 所以并不是要大家每天来上班 但是国民大会 透过一次一次的修改 同时也不断的扩权 自己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权利 增加自己的权利 所以修改宪法的这几次 可以说是政治部门 跟国民大会产生了一种 不断的在协调 不断的在协商 希望国民大会能够配合 但国民大会也有所需所 怎么去满足他们 又能够不影响宪政秩序 在另外一方面 人民也在看 人民也在看 名指名高 你用的是我们的钱 然后你很多地方 你如果扩大自己的权限 你某种程度 我们真正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权限也许有些地方 又会被你跟你之间又有冲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之下 其实修宪这件事情 一次一次的修 尤其频繁的修宪 其实实际的运作起来 其实是相当多 牵涉到一些折冲 牵涉到一些互动 政党跟政党之间 政治政府跟国民大会之间 人民的监督 人民跟国民大会之间 所以七次的这个 宪改的历程 整个看过去 他能够一步一步的朝向 解决问题的方向处理 其实本身已经非常不简单 已经非常不简单 那话说 91年的第一次修宪 他并不是突然就有一次修宪 不然国民大会早就在那里 但是国民大会 大家想想看要负责修宪的 那个国民大会 是让大家讨厌的国民大会 因为有很多人 好久都没有改选 甚至于在那过程当中 在那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国民大会本身 配合政治上的势力 去配合 动员刊断实习 临时条款 然后这样子 一些作为 所以在第一次修改宪法之前 学生是希望要能够 要能够对国民大会是 基本上不是很认同的 要处理的 所以在那之前就有一些发展 这个发展就是怎么样去解决 老代表的问题 这包括立法院 国民大会 当然 监察委员 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这个 在这个环节之下 所以一方面 在立法院 那个法案 对退职条例 要让 立法委员能够退职 然后也给一些补偿禁 在另外一方面 这个由立法 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提案 提案 那申请大法官解释 当时 几个立法委员 几乎就是跨党派的 跨党派的立法委员 然后提起这个案子 到大法官那边 所以大法官也在 也在 也在debate 怎么样能够做出 解释出来 所以我们所熟知的 1990年的 三月学运 在那个时候 学运的期间 学生到中正纪念堂 抗议要求 那个是 国民政府 来到台湾之后 最大规模的一次 抗议游行 最大规模的一次 所以那一次 怎么样落幕 怎么样处理 就非常重要 当然 当然如果从事后的角度 看起来的话 最后也促成了 国事会议的召开 那也立下了很多 政治改革的一些基础 那我要 我要跟大家 再 这个点出来的一点就是 那一个三月学运 在中正纪念堂 前面发生的事情 其实跟大法官 做出的解释 也有关联 大法官当时 大法官当时 也会看政治发展 当时看到三月学运的情形 案子到六月做出来 但是三月的时候 是三月学运 大法官最后做出的解释 是要 希望 民意代表 老民意代表 要能够退职 然后新的选举要举行 就是有名的四字261号 让大法官 重新得到 人民的信任的一号解释 那在那之前 学生的游行 在中正纪念堂的游行 以及李登辉总统的接见 以及承诺 做一些政治改革 可以说是为大法官 做出这套解释 在社会基础上 已经铺路铺的好好的 所以你如果说大法官很勇敢 那你当然可以这样讲 因为大法官最后确实是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但是相对于 五四年所做出的四字31号解释 那这个确实是 确实是 当然是一个突破 不过某种程度 能够这样做的一些基础 事实上政治系统 民间的氛围 也已经把它铺路铺好 可以说是也蛮顺势 最后做出了这套解释 所以相互都有影响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说 我跟大家提的市民宪政主义 也就是公民社会不断的在关心宪政的发展 也参与 那发挥的作用 确实也是如此 确实也是如此 91年的修宪 是一件大事情 前面的酝酿很多 连在学术界 连在学术界 在学校 在大学 其实也都有相当相当多的 相当相当多的联谊 那也许要是分享一些 当时发生的经验 也给现在的同学们 有一些体会也许也是 也是不错 我在88年 从美国耶鲁大学回来 我当时 很幸运地赶到 台湾总算解研了 但是解研并不是说一切都好了 而是有很多百费待举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里面 担任很年轻的 当时很年轻的 工法的教授 当时包括 台大包括林子怡老师 许忠丽老师 我们几位 在同一时期 就是工法的年轻的老师 那几乎就是 没有办法避免的 等于是参与了 台湾的很多宪政改革的 许多的议题 那在实际的校园里面 法律学院的学生 当时是 当时是法律系的学生 也是有蛮多 蛮多热情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 在 整个推出限改 国会改选 废除动员开乱时期 临时条款 这一些议题的过程当中 牵涉到学生的主张 以及学校本身的一些立场 当时在三月悬运的时候 除了在 中正纪念堂的现场 学生在教室前面 号召老师要罢课 而在那同时 我们也有老师 告诉我们年轻的老师说 老师的职责是 上课不要随便罢课 好 我到了教室 我都记得 当时在 徐州路21号 法学院的第25教室 我在上英美侵权行为法 那是英文的课程 英美法的课程 有学生在门口 堵住我 说老师我们今天 不要上课好不好 学生还蛮多的 他们实际上有到教室来 我也非常清楚他们的主张 我思考了一下之后说 我们今天不要上课 不要到教室上课 但是我们今天上民主课 印象中 我们请学生们到 法学院图书馆旁边的草地上 大家坐下来 我站在学生的前面 跟大家上了一门 我到现在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民主课 我跟大家分析 然后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分享 那就是当时在校园里面的情形 而过不了多久 学校里面 法学院 那个行政大楼前面 那个门口那里 学生可以摆着肥皂箱 在里面轮流做演讲 邀请老师上台去演讲 我有一次在我的研究室 当时在中和大楼四楼 我的研究室 扩扩扩扩 突然有一个同学敲门 请进 这位同学 进来站在我的 坐桌子前面 站着 我都还记得她的表情 这位女同学 我刚刚考虑了老半天 要不要说出她的名字 我想不要 这位女同学 站在我前面 停了好久之后 总算说话了 老师 现在这个什么时候了 你还静静的坐在这里 备课 请你到外面跟我们 讲几句话好不好 我们学生都在 弄村池旁边 说是池那是快 他手一伸就把我的手抓住 就把我拉出去 我就这样跟着他走 从四楼 三楼 二楼 一楼 穿过了 行政大楼的回廊 到了行政大楼门口的时候 一走出去 马上有同学 用麦克风讲说 叶俊龙老师 要跟我们讲几句话 结果我一脚就踏上去 踏上去那一个肥皂箱 前面有很多同学 欢呼那样 就开始讲 当然我跟大家讲的 都是宪法上的这些概念 跟这些想法 这些都是 1991年 我们的宪法要 第一次要修改 前夕的一些氛围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修改宪法的 不是只有国民大会 不是只有国民大会代表 其实是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那些议题 那些内容 是社会不断酝酿 那为什么会有那些议题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的拖延 政治改革的拖延 我们这样一个 很特殊的情境 国民政府从 中国大陆那边来到台湾 前面我们又有经过了 50年的日子 中间有一个二次大战 然后又有戒严 又有动员战乱时期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境 我们要改革 我们要发展成一个有尊严 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就如同今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呈现在世界一样 但是这个历程 这个过程 需要相当多的耐心之余 也要有一些规划 好 第一次的修宪 最后做出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严格讲起来有三件事情 跟大家说一下 1991年的4月 我们的国民大会 通过的第一次的宪法的征修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明白的去规定说 我们可以选第二届的民意代表 依照四字31号解释 就说那第一届就是 无限期的延长 所以什么时候是第二届 第二届竟然 经过那么久才要第二届 能够有第二届 不是随着时间经过自然产生 如果任期是三年 那三年后居然就到第二届 但是我们那个二 连那个一 竟然连那么久 而能够让二接上去一的 竟然是要透过这一次的修宪 而且明白的讲 第二届的中央民意代表 选出的法律的来源 名额选举方式 选出的时间 等正请明白 把它规定在宪法里面 要用宪法上的理由 宪法上的机制 才能够确认出第二届 本来第二届不用说什么 时间经过就第二届了 但是在台湾 我们必须经过的 这样一个大规模 大费周章的一个修宪 第二件事情就是 赋予给总统紧急命令权 发布紧急命令的权限 第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在当时两岸之间的 这个人民的互动 慢慢开通 但是你必须赋予给他一些法源基础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两岸之间人民的互动 究竟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互动 那为什么要特殊规范 那为什么台北 当时台北市跟台北县的人民的互动 不必特别规定 那为什么要规定 两岸之间的人民开始互动 表示当时对于这样的宪政秩序 对于治权的范围 已经开始有所觉知了 在当时还是在宣称 那个法统 但是已经很清楚知道 没有办法统治 所以在现实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 就从宪法的角度 赋予给 赋予给国会 去订定两岸人民权力义务关系的法律 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是这样出来的 两岸之间不管是文教 经济 各种互动 其实他的法源基础 也是靠宪法定出来的 否则原则上在宪法的基础之上 你如果按照原来的宪法架构的话 你怎么会把两岸之间的人民的互动 要有特别的法律呢 但是也因为这样一个规定 其实在宪法上意义重大 表示真的是分治 表示台湾跟中国大陆 是真的是分治 而不是 而不是 如形式上所宣称的 说谁可以统治谁 没有 没有 所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订定之后 用法律来订定台湾 跟中国之间 人民之间的这个互动 这是第一次的 宪法的征修 第二次的宪法征修 很快 隔年又开始了 你能想象今年修改一次 明年又马上又修宪了 九一跟九二 九一年是在四月 九二年是在五月 这一个第二次的宪法征修 那提出了也是三件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国民大会集会的时候 可以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 这当然是国民大会争取的 我替你修宪 你也要还给我一些权限 那我权限就是 你总统是我选的 你的行政院长都到立法院报告 那你要不要来我国民大会报告一下 OK 所以国民大会集会的时候 得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 本来 在总统制的国家 拿美国的例子来讲 总统会不会到国会去做国会报告 由你去看到总统 不管是欧巴马 或者是川普 或者是拜登 都到国会做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国会的执行报告 那国民大会也学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内容 即使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国会 但是也要总统去做这样的报告 所以第一个修宪的内容是这样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 将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方式 改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全体人民选举产生 任期改为四年 这个事情非常重大 本来是国民大会选举 本来是国民大会选举 92年这个修宪 就已经把总统的选举 改为由中华民国的自由地区 我把它前后都加括号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 全体人民选举产生 这给总统直选 所以铺路了 那当然对于选举的方式 因为在这里没有讲清楚 事实上没有办法得到共识 到底是委任直选 还是真正的直选 没能一人一票 还是透过其他的方式 间接的选 比较间接的选举 那没有定位 所以这一个议题 没有完成 等于就预告的 下一次又要修宪 那果不如其然 在经过两年之后 1994年 94年就修宪 那一次 那一次叫做 那一次叫做 这个第三次的 第三次的修宪 当然第二次的修宪 除了这些以外 还包括了把地方自治的法源基础 也订定出来 所以那一次的选举也开放 当时的台湾省 省长可以选举 所以宋楚瑜主席 后来可以选上 省长 也是那一个时候 所赋予的一些宪法的基础 当时也有了对基本国策的一些充实 包括文化 科技 环保 经济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 兼筹并故条款 环保 跟这个经济发展 要兼筹并故 以及对于 离岛居民的保障 原住民的保障 这些也都是在那一次的修宪里面 完成的 所以原住民 称为原住民 这个样的一个更名 也是在那一次 所以第二次修宪 也是有很多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内容 那包括了监察委员产生的方式 也做了一些改变 那第三次修宪 最重要最重要的 也就是在1994年那一次的修宪 就是经过了 经过当时国民党内部 有很多争执 有人怕说 虽然总统是由 人民选举产生 但是怎么产生呢 当然有人认为说 还是不要让人民一票一票选 那样直选 会不会变成台湾总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如果要直选 你不这样 台湾又不大 你又在那边 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做法 也不妥当 所以在当时这两派 几乎快要 几乎快要 这个分裂的状况之下 最后峰回路转 在 李登辉总统的坚持之下 那最后呢 就是直接选举 所以1994年 宪法的这一次 总统执选的修改 奠定了1996年 台湾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总统执选 这是1994年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内容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 这个公民大会等于又 帮了 这个 做了很多调整 所以他也要了一些东西 那他里面要了什么 他说 从第三届起 我可以设 议长 副议长 各议的 本来他没有议长 副议长 最后就设议长 这就是 你要我帮你修宪 那我也要 一点多 我把我原来是 比较临时性的 我慢慢越来越 越来越 越扩大 越来越争权 这当然也是 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国民大会 迈向他以后 终于要被废止的路径 第四次的修宪 是在1997年 我当然必须跟同学们说 这是一次重大的修宪 有几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一个重大的影响 以后我们就会 不断的会跟同学们 讨论我们 我们的政府组织 究竟是内阁制 还是总统制 以及我们总统的权限 到底是 够大还是不够大 是太大还是不够大 那这一类的问题 但是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跟行政院长有关 1997年的修宪 它改变了 总统跟行政院长 以及行政跟国会 之间的关系 做的动作很简单 那是意义深远 原来按照我们 原来的宪法 行政院长有总统 任命 但是要经过国会同意 这样有点内阁制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 但是呢 1997年 当时发生了 发生了这个 当时的连战 连战先生的 所环绕的一些争执 那最后就变成是什么 当时的 这个修宪就会变成说 我不想要让这个 这个立法院来 同意 行政院长 就干脆把立法院 同意行政院长 这样的权权 把它拿掉 总统直接就可以决定 行政院长是谁 这样一个决定 在当时 在当时 其实 国民党比较多 这样的主张 那主要是着眼于 当时的这个 现实发生的一些 个案的例子 殊不知 这样一个决定 到最后变成 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 陈水扁任命 行政院长的时候 那当时 就实际上发挥作用 因为 民进党在 在国会没有多数 所以 如果你要 提名行政院院长 必须经过 国会同意的话 很可能当时 要任命行政院长 都会面临困难 都会面临困难 然后会变成说是 究竟任命 哪一个人 才可以当行政院院长 结果 在那之前的 这个修宪 就变成说 我不必经过 国会的同意 那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影响非常深远 那第二个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经省 当时台湾有 刚才讲到第二次的 这个修宪 让省 可以选省长 但是大家了解 台湾的情形很特殊 很特殊 本来有所谓直辖市 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直辖市 今天我们的六都 都叫做直辖市 所以六都的市长 六都的市长 那都必须 都可以列席行政院会 因为直辖市 是直辖行政院 本来直辖市的意思 是在中国那么比较 东国大陆比较广大的土地的时候 中央为了掌握 分崩离析的地方 把几个重要的地方认为说 你直辖行政院 我直接管你 而且你不是用选的 是我直接派 派人去那边作证 所以几个重要的都会 就变成是直辖市 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延伸来到台湾 台湾小小的 但是也有直辖市 第一个就是台北 第二个就是高雄 那直辖市的市长 因为他是直辖行政院 所以他叫列席 列席这个行政院院会 而直辖市的市长 市长长期以来都是官派 有一段时间是民选 但是很多时候是官派 那到了1992年 第二次修宪之后 赋予给这个直辖市 还有省自治的法源 而慢慢就变成可以选举 那省长选举跟直辖市选举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台湾省的面积跟人口 占台湾的比例 当时只有台北跟高雄 是直辖市 其他就是台湾省 所以台湾省省长的选民 他的正当性基础 他直逼总统 也就是说台湾省的省长 也是一千多万 我们如果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那有公民投票权的搞不好是一千六百万的话 那省长可能我扣除了几百万 台北跟这个高雄 其他也是可以 所以省长可以说 我是得到多少人民的选票 我才当选呢 所以他的正当性很高 那这样的情形如果放在国内的治理的话 会牵涉到政府的层级好多层 所以就会起层转合 所以大家都在讲说 我一个案子很可能要欠多少 盖多少张 但是另外一个国际面向 尤其台湾特殊的地位 尤其是复杂的两岸关系 再加上1997年 大家想想看 这一次修宪的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香港回归中国 香港回归中国 所以台湾未来 到底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面临了一些压力 所以如果说要逼迫要谈判 说要政治上解决的话 那省长这个位置跟总统这个位置 谁可以代表台湾 如果由台湾省的省长 代表台湾 然后对外面去谈判 解决台湾的未来的话 正合乎 正合乎对岸的想法 因为你本来他认为你就是一个省而已 所以在当时你不得不解决 这一个问题 一方面有两个比较明白讲出来的基础 就是减少行政的成本 不要那么多急 但是你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宪法尤其是非常重视主权 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的话 那台湾省的问题必须解决 所以最后97年 97年在台湾省的省长非常激烈的反抗的状况之下 最后还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修宪 圣须计划 所以我们就变成二级政府这样的方式形成 那后来也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直辖市的这个数目就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急着要升级 那后来两都台北高雄之外 后来又有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就是当时的台北县跟台中 分别又要升格 后来又加入了桃园 台南也进来 所以说现在就变成六都 那最近当然又讨论出 大新竹是不是又要升格为院侠士 那这些都是宪法课题 你要用什么样的程序 以及你这样就是一个政府的层级的 跟这个地方的这个版图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那97年的这几个重要的修改 可以说是对未来影响深沿 尤其是行政院院长 不用立法院同意这一件事情 第五次修宪应该是被已经被认为是违宪 也就是1999年的9月3号通过的那一次 那一次的修宪就牵着到国民大会延长自己的任期 那当时尤其是总统选举在前面 所以引起了非常多的纷扰 最后大法官呢 也在民意强烈的谴责国民大会 再加上国民大会本来的声望就不见得很好的状况之下 大法官下重手 破天荒的认为修宪是违宪的 这不只是在国内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在国际上修宪违宪这样的一个课题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所谓非常不平凡的事情 本来人民透过修宪的程序是修改宪法 你还有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法院说他违宪 所以等于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少数 公开去对抗那个已经经过政治程序通过的多数 这不是只有简单的抗多数诀而已 这是非常严重的反多数诀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制度本身还是存在 因为大法官他也引用了包括印度的都已经提出所谓的basic structure 宪法的基本结构 有些基本结构是你不能改的 那你如果违反了这些基本结构 虽然你经过了民主程序 我还是要我还是要认为你危险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加一个注解 当时的所谓民主程序其实是国民大会的程序 所以如果是人民透过公民复决 通过的宪法修改 我非常强烈的认为大法官不敢随便说他危险 但是因为他是国民大会通过的 虽然我们认为他也是修宪程序 但是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法官最后在民意高涨的情况之下 他知道民意可以支撑他 而大法官强力的认为他危险 而且非常勇敢的 我们家瓜浩认为非常勇敢的认为他危险 但是事实上 国民大会在当时已经几乎成为大家讨伐的落水狗了 那后来就有所谓第六次的修宪 第六次修宪也就是政党轮替之后 那第六次的修宪连接起来 那也做了一些改变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国民大会也某种程度也报复了 报复了大法官 把大法官的一些福利也拿掉了 那这个也引起了我们学术上所讲的 就是政治部门其实在互动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互动会有一些 甚至于是报复都有可能 第七次的修宪 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终结 那算是我们台湾最后一次的修宪 2005年完成的 那一次的修宪它采取的方法就是 事先已经先在前面第六次修宪 把再来的国民大会 说已经改变成任务型了 本来照理讲国民大会 从宪宪的设计本来就是任务型的 但是它透过实践 慢慢把自己越来越永久化 固定化 甚至于还设议长 还设议长 那甚至于我们都在社会上 会看到有人递出名片出来说 我是国民大会代表 那其实这种其实是很像是 只是针对特殊的议题 你去帮忙这样 本来的按照宪宝的设计是如此 那后来必须把国民大会 变成任务型 也就是虽然你还是选举 选出国民大会代表 但是你不能告诉人家说 我是民意代表 那不只是选举的过程当中 以及不像那个以前的区域选举那样 它是由政党提出了 国民大会的这个委员的名单 然后透过选政党 然后选出最后才排列出 国民大会的这个原额 然后最后才去通过第七次的修宪 那我也要跟同学讲 叶老师 叶老师也是那一次的国民大会代表 在那一次的国民大会 不是自己去选举 而是政党提名一些 有宪政经验 或者是宪法学者 然后作为 作为认同 那一个宪法修正的内容 所以各个政党都提名 提名 那那个名单列出来 我当时是 我当时是被提名 列入了 列入了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 那最后 那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那投票率很低 因为专门去选这件事情 而且投票都只投政党 虽然政党后面都有列很多人名 但是跟一般我们在看的选举 选市长选什么不太一样 选市长你会看到A跟B什么这样 好像大家看起来比较有具体的那个 然后宪政的主张 一般人民也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到最后还是由政党的比例 然后去推派出的 推派出的这个国民大会的这个代表 最后组成了任务型国大 然后也是一样在阳明山 然后最后来复决 已经经过立法院通过的那一个 第七次修宪的宪法提案 那一次的提案 那一次的过程当中 因为要单一选区两票制 小党都感觉到会未来生存不易 所以小党基本上是采取反对的态度 大党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 基本上是比较认同的 认同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 尤其是当时的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背后是有一些 本来有一些研究的基础跟理想的 也同时也反映人民对于国会 国会清廉 国会能够有效率的一些期待 所以那一次的宪法修改 可以说是为未来 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立下了一些基础 立下了一些基础 那我叶老师在当时 被推选为当国民大会的 任务型国大的秘书长 我是最后一个 在那边担任秘书长 然后最后把修宪的签名 把公文送出去给总统公布 所以参与了修宪 参与到最后一次的修宪 当然那个是任务型的 所以担任国民大会代表 也不过几天而已 担任秘书长 听起来很大 要是在早期 好像秘书长是多伟大了 但是秘书长就是在那边 负责各种行政 当时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是很认同 国民大会 所以极令国民大会 在那边开会 也说你们到底要开多少天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说 能不能赶快结束 所以目标就是赶快 赶快回应人民 回应人民的需求 透过那样子的一个国民大会 那样的一个程序 最后的 可能是复决了 复决了宪法的修正案 最后完成的那样 一个宪法的修改 那个宪法修改 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国会改革 一方面 把国会人数从 二五降低到一一三 另外一方面 单一选区 所以每一个选区 都有单一选区 选出一位 两票制 那选政党跟选人民 一部分是区域立委 一部分是全国不分区 所以我们现在委员里面 有很多全国不分区的 各政党提名 也让很多的社福 跟比较有各种 各种弱势 或者是重要价值的代表 也能够进入我们的立法院里面 那另外就是 废除了国民大会 然后把宪法的 这个修改的程序 改为由人民的公民复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立法院在修改 准备要修改宪法 但是都着眼于 未来是不是能够 公民复决能够通过 所以这也给立法院 在修改宪法的时候 一些节制 这些节制 但是话说回来 也因为这样一个改变 造成了我们先修改宪法 就变成停滞了 因为太困难了 因为那个比例太高 因为他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四分之三 国会通过之后 还要经过半数以上的公民 复决说yes 这个比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一个同意 我们假设投票率是七成 然后say yes的人 至少也要七成 七成七四十九 才接近百分之五十 你想想看 投票率要高达七成 同意票也要高达七成 这个修宪是很困难的 所以下一波的宪法的修改 那公民动员的情形 要非常大才有可能 那当然前一阶段的 就是立法院四分之三 立法院政党之间 也必须有所协调 不可能某一个政党 硬要怎样走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习次 大部分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 宪法的修改 确实是必要协商的 那公民的参与也有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最后有一个副局 好 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一 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宪法的基本精神跟价值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是宪法上 不可撼动 这个 今天我们谈的是宪法的修改 有没有那种对抗宪法修改的内容 你不能随便帮我修改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具体的案例 就是室字499号 所以大家呢 也看一下室字499号 把它看完 我们就礼拜一见啰 下个礼拜一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